可能你在听的是 Raymond Wong 的个人频道直播节目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分享,以及把节目分享给其他朋友 首先要讲一讲,其实之前也讲过宏福苑几次 尝试过在他们的业主交流群里发布这些节目 我自己贴过两次,两次他们的管理员都不批 我不知道我说错了什么,令到他们的管理员不让我的节目在他们群组里发布 也要多谢 Sam CWS 的支持,非常多谢你 现在这件事,我就觉得有些奇怪 早几天发现他们的业主立案法团发了一些问卷给业主 其实我之前有提过,他们想改物料 这是承建商提出的,承建商就说,买不到纸皮石 因为纸皮石已经不生产了,就要改用瓦子 那么,根据看得到的资料,就是说这个承建商 我刚刚跟顾问公司说,其实做瓦子 以及做纸皮石的成本差不多 如果做瓦子的话,当然要业主同意 如果业主不同意做瓦子的话,他们不可以转瓦子 所以那时候我在节目中说了 如果从运转一份合约来说,业主要留意一件事 最好就是迫他们用纸皮石 是迫承建商用纸皮石 如果他做不到纸皮石 他说他做不到的 他说他提供入标的价钱做不到 那时候我叫大家细品一下 里面的过宗奥表 很明显 因为没有人细品的 那时候我叫大家细品一下 其实整件事的主动权 本来是可以掌握在业主那里 但是整件事很奇怪 究竟业主立案发团的主席 是否为了广大业主的利益去做事呢? 我是打个问号 为什么我会打个问号 这些人说他没有告你诽谤 我只是说疑似 这是fair comment 其实本身这件事已经奇怪了 一开始 specification 那里就做纸皮石 这是顾问公司做的 其实 为什么 有些标 他会入得很低 因为这份标是第十一标 即是这份标下面 还有其他的 承建商 认为他们做大维修 是可以比 比现在更便宜 现在更便宜 为什么 有人会认为他们可以再做得便宜 当然 他们也看穿一件事 大家小品 就是 就是 他们这份标书 specify 的物料 即是指定要用的 紫皮石这种物料 根本是不会用的 为什么根本是不会用的 因为市面上也不流行这件事 他只要想到办法 把紫皮石 转成雅 那么 那些比较便宜的标的价格 已经可以做好一件事了 那 为什么 没有选择低一点的标 因为低一点的标 肯定就是 顾问公司都认为 这个差不多可以肯定 如果要做紫皮石的话 那些标是不合理地低的 所以就没有接受到较低的标 所以就选择了一份 第十一标的标 好了 但是为什么这份第十一标的标 又会出现同一个问题呢? 又会跟 业主说 现在 不流行做紫皮石 现在流行做雅仔 不过做雅仔 和做紫皮石 差不多钱的 雅仔比紫皮石还贵 不过 做雅仔 就不用油两浸油 那里就省了些钱 省了些钱之后 造价和紫皮石 我们的入标的价钱是相约的 其实呢 将这番说话传出来的人 很明显是在说大话的 我不知道哪些人传出这些说话 那时候呢 其实 我看 他们 有人是这样说的 有些他们出的文件 是这样说的 究竟是不是 你有份 打掩户 帮这个承建商 或者帮顾问公司打掩户 这件事呢 已经越看越奇怪了 整份问卷 问一些业主 如果很多业主都回答 我是喜欢雅仔 那他会不会当成了 就是经得到业主的同意 就是改那份合约 但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弘福院处呢 如果你已经入了表去 事件局申请的那些补助呢 这个是基于做紫皮石去申请补助的 如果你们转了雅仔的话 事件局批不批那些补助 我是不知道的 因为你现在这样 中途改物料呢 不是不行的 我都说 不是不行 改物料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一定要重新估计那些价 为什么要重新估计那些价 你要找人估计那些价钱 因为 雅仔和紫皮石的价钱 不一样的 我就可以很负责任地跟你说 是不一样的 那 好了 manlion 可能很多人填了授权书 三文治就是报ICCC 很难报ICCC 如果他有授权书 你怎么报ICCC 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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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直播居民大会 我不知道有没有网友在那里 因为我这些情报都是在网友收回来的 而且我这两天都很忙 我根本没办法 我跟大家说 没办法跟隆福苑的东西 有些资料 我放在平时工作的电脑上 但今次我带出来 行走江湖的电脑 就不是我平时工作的电脑 里面的东西 有些我都找不到 亦都多谢Vicky孙女的支持 很感谢你 Jason Tam 说 语言艺术 任他们说 很奇怪 我就说整件事 不知为什么不肯放我们的节目 我不是说他们的群组一定有警棍 不过有些事情就奇怪 所以我说是很奇怪 那 那 Cam St. Lo 说 所谓的瓦子和瓷砖有什么分别 其实是差不多 是同一类的东西 我们叫瓦子的东西 和瓷砖都是类似的 不过是外出的瓷砖 基本上是 外出的瓷砖 你可以买有自清洗的材料 真的有自清洗的材料 他们说 不是自清洗的材料 是防污 我忘记了谁说的 从建筑物料的方向来说 真的有物料是可以做自清洗的 但是这些自清洗是很有限的 始终都是要自己洗的 那 辉日人类命的共同体 就是授权书关外队有参和 所以非常复杂 具体关外队有没有参与授权书 我就不清楚 但是 根据当区居民的说法 就是 关外队 他有教别人如何去投票 那些 究竟他们如何做 我不知道 具体实际情况是如何 但是这些都是全文 我一定要说 He is saying 就不是肯定 关外队有份 我一定要说清楚 不过 看起来 看起来 有些人就好像是借机找办法 Bentang Kit 说 明马实假 打一条数据出来 相差有多少和好话之处 清清楚了 再找人去同意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做 但是现在是用一个问卷的方式去做 他们是 帕翁就说 承建商投标的时候 没有理由 不知道没有紫皮石 中了标才说 有古怪 有些承建商 他们看到的问题 他们就 当然是假设了 可以用雅仔做 所以可以下标 可以便宜 现在中标的人一大截 因为本身 做雅仔 你和做 纸皮石 的造价 有很大的差别 纸皮石 有没有做 有没有找到内地的厂 开的路 做纸皮石 有办法做的 纸皮石 不是做不到的 纸皮石 不过 这件事已经不流行 很多人做大维修之后 都没有安装纸皮石 这件事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 他现在下标的时候 就下几百万 接着就跟你说 就说 哦 买不到纸皮石 不如转雅仔 雅仔 不用油两层面油 会便宜一点 本来雅仔 就比纸皮石 贵了 所以 拉回云 就没多没少 照原价做给你 但是实际上 那个造价的差别 是很大的 如果 业主立案发团里面的人 是 大开方便之门 任由他们转物料 以及 去帮忙 推动转物料的话 全部人都有可疑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MHK 030 就说 有关关外队事 根据传闻也是 之前关外队在 这个大维修里面 在不同的层面 都有 involve 他们的involvement 有部分我会打个问号 就是我听到回来的东西 但我不敢肯定 这些都是heersay 所以 我也不想关外队 他们糟糕 现在当然会有人攻击 张铭辉 那些人 为什么会攻击他们 以前是他们民主党 现在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民主党 以前是民主党 一定有人将他们去民主党 那些人都说了 那 我的看法就是 这件事 已经越看越多问题 还有些盲友 因为看这份合约 是要很仔细地看 其实我 很快地看过一次的合约 我是没有去细品那份合约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但是 有些事情 现在越看越奇怪 最初我跟大家说 叫大家细品一下 为什么我建议 一定要坚持 承建商做纸皮石 就是因为 我们要尊重合约精神 招标的时候 说要做纸皮石 你落标的时候 又说自己会做纸皮石 为什么现在 又说没有纸皮石 没有纸皮石也不要紧 为什么要转一样 整体造价 一定会比纸皮石的物料便宜 接着 又要出来说 价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接着 还有 业主立案发团 又整个问卷 问一下 大家想不想转物料 但是又没有告诉别人 差价是多少 又没有去问 那个承建商 他那个 价钱是怎么样 只是说 差不多 整件事 越来越多问题 就是我的看法 整件事是 越来越难 那些东西 就是说 赤瓦仔工序 快用纸皮石一半的时间 这个当然是 他本来人工已经省了 物料贵一点 不可以说便宜一点 但是要考虑多一件事 纸皮石要找人开牢 做的 那部分 他又要收贵的 所以 到底纸皮石 会不会比 亚仔工序 有些人说 买亚仔工序 可能比纸皮石 我又不认为 现在 亚仔工序 你只要选对颜色 便可以买得到 现在亚仔工序 但是 纸皮石不是 纸皮石 要用一个套餐 做给你的 所以纸皮石 本身 他们落标的时候 应该已经知道 实际价钱会比较贵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亦都多谢 chong x 179 你的支持 多谢你 Jason Tam 说 扮有着数给业主 听起来好像升纸皮石 其实是因为会漂亮 说真的 你装亚仔工序比纸皮石更漂亮 但是 这件事 有些人说 物料不是 投标的时候决定的 这是错 我不知道谁说这些东西 有些人说 大维修也不会决定 外场的物料 才去做招标的 我忘了谁说 在网上有人这样说 这些说法 真的很不负责任 为什么我说这些说法 很不负责任 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 你 那个顾问公司 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分析了 一个物料 根本在市场上 已经不流行 还有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要先问了 那些业主 究竟你想 做哪个选择 但是那些选择 你要分得清楚 里面应该 因为 其实 它有分三个选择 有一种选择 有一种选择 就只是 处理了 现在看到有问题的地方 它就不会全部剷掉 然后再做过 全部剷掉 竟然可以 假设 全部剷掉之后 再做过 是会安装纸皮石 其实本身这个选择 已经有问题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本身一开始已经是有问题的 何尼玉就说 不决定用什么物料 要点定价钱 没错 Exactly 所以你一开始 一决定 要用纸皮石 那一刻 你在招标文件上 你写了要用纸皮石 那一刻 你只能够 和承建商一条路走到一刻 然后再和他 商量 将价钱降低 你只能够这样做 但是现在 我看不到他们有做的事情 就是想把价钱 商量低一点 好像是 要全面推进这件事 就算了 今天 Camp St.Lo 说 想问弘福院外场 用什么 纸皮石 如果用咖啡色 会更贵 他本身就是啡啡色的 他那里 你现在看看 封面那几栋楼 就是弘福院 如果用本身的颗色 其实就没有了 事实上真的没有了 我也说过 实情 这些物料是很难买的 承建商没有说错 那些物料是很难买的 是真的 但是你能够下标 就是你做得到 对不对 你下标 就是代表你做得到 对不对 如果你一开始下标的时候 你选择是选择最低标的 如果顾问公司是选择最低标 或者价钱比较低的标 他们要转物料 我认为有些事情是情有可原的 但其实游戏规则不是应该这样做的 游戏规则应该是 如果 你招标的时候 里面写什么 你就要供应什么 这是根据游戏规则去做的 要改物料 要不要再做一次招标 最好当然是再做一次招标 但是现在你弄到一塌糊涂 如何再做一次招标 也很难 退而求其次的 就是 把价钱压低 让大家少了些钱 具体的scope大致上是一样的 一样是铲起它 一样是做防水 接着就装回雅仔 这部分是一样的 但是当然是雅仔 就不用纸皮石了 那么省下的钱 一定要给业主 你不能省下的 就当成建商的利润 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你本身的招标文件 上面就写了做纸皮石 是不是 好了 如果你写了做纸皮石 你接着就叫事件局 他们那些股价 就是有AP牌那些股价 独立的人股价 它股价的基础是纸皮石 是不是 那么现在你没理由 转一样工序少些 物料又便宜些 的物料 你转这个物料 没理由 就出来和人说 价钱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我在上次的节目 就叫人世品 谁知道也没有人世品 现在我唯有就是踢爆他 究竟发生什么事 那 正棍分裂员就说 刚刚听到有住户说 工程公司职员要求准许他们 逐家逐户可以进去拍照 不知道他们的职员想搞什么 理论上都是要知道 那些存在的 这些是保障他们自己的 为什么是保障他们自己呢 如果他们做完之后 没有流水的地方变成有流水 他们可以知道是自己的责任 本来有流水的地方没有流水 就是他们做了事情 其实就是这样 大致上就是这样 你让他们进来拍照 我也觉得没问题 这部分我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那 Sam 吹说 现在纸皮石很少 其实很久没有做纸皮石 真的 你可以去看看 就是之前做大维修的地方 很多本来纸皮石是转了瓦子 有些甚至本来纸皮石后 做完油浸油就算了 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 我没有骗大家 有些人说 你狗说 我就告诉你不是 就是 一定要装纸皮石 其实本来这件事已经很奇怪了 那 河虎就说 是不懂 不是不想装纸皮石 那 我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那 我现在画公仔画出场 是不是 那 那是很糟糕 那 郑昆分类员就说 做二乘四寸瓦仔工程会更慢 不是吧 这是什么讯息 我理解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虽然我不是做专科做建房子 一定要说 但是我理解呢 就是 二乘四瓦仔工程一定比纸皮石更快 纸皮石的 纸皮石是最慢的 那 佐特就说 很多改喷缺面 他们现在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根本 因为 纸皮石这种东西肯定是最贵的 就是 那么多的外场物料来说 肯定是最贵的 纸皮石 还有 这种东西是不流行的 就是 怎会有理由 放在招标文件上 招标完之后 现在就说做不到 做不到 不如你不要搭棚 就再招标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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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每个人就决定了外场物料才投标 再多次 这样是最公道的 你现在这样 就是 又搭棚了 打算 快快快去爆了纸皮石 快快去爆了 然后打死狗港架 打算 有些东西根本是很奇怪 有些东西根本是 你未决定的物料之前 未决定的价钱之前 你不可以让它开工 你的顾问公司 为什么现在让它 快快去 继续去 爬的又让它做 是不是 你搞什么 这些 帕王就说 我住这里十几年前大维修 已经是纸皮转了 是油漆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做的 我说的都是没有骗人的 因为事实上 真的不做纸皮石 都是油油的 很多地方 要么就是做雅仔 油油是便宜的 但是油油 你几年就要油一次 所以油油 有些人是不喜欢的 我也说过实情 那 这个三文治就说 港英政府当年公屋政策 一个 或者多个屋邨 一定有一个居屋 大部分都是纸皮石 外墙 大把生意 山大斩麻油柴 但是这件事已经不流行 以前纸皮石是什么都用纸皮石 外墙也是纸皮石 楼梯也是纸皮石 就算 连屋里面 那些地板 都是铺纸皮石 基本上 全部都是铺纸皮石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 世界变了 大佬 跟以前是不同的 是不是 喏 山崔就说 2寸x4寸都是纸皮石 是大粒 比起小粒的 好做很多 越小越难做 因为底部油泥 底部油泥 不能够放太多 不过他们现在 就小声做 你看到 你说其他频道正在做 可能他们 里面有些人 觉得 你的嘴巴又在说 我不分享一下你的节目 不让你分享 不让你分享 不过 究竟 他们想怎样搞 现在 莊榮辉那些人 想怎样搞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究竟现在在搞什么 不知道 喏 今天的节目 我讲到这里 就算了 可能你们觉得 嘩 为什么说这么短 平时也有过几钟 不行 今天真的很累 真的对不起 今天已经累得不得了 因为 走走走走 做了很多 很无谓的事情 所以呢 讲到这里 真的要算了 明天早上 我是没有时间的 所以 明天早上 肯定做不到直播 了 那我先告诉大家 这个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但是 之后 25日 可不可以 回到 《魔法编辑部》 这个 就要看一看 我家人的情况 如何 如果 他的情况 要车出车入 那些 我就没有办法 在《魔法编辑部》做节目 了 我只能和那边多请一次假 请多一天假 其实就是 因为 因为 为什么没有办法 《魔法编辑部》做 因为 始终也是 有我平时做直播的电脑 是比较好 我说到这里就算了 那 这个 Chris Wong 说 维修没什么做 但一般是建立合约 出过 variation 这个Chris Wong 如果 你说的话 就是 你出过VO 然后 Consultant Unirate Analysis Omission 紫皮石 这个是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 现在 不知道为什么 一开始 他们已经说 价钱是差不多 这里就很有问题 Anyway 算了 我说到这里 为什么要 特别紧急 这件事 一定要早处理 好了 那么 有缘再会 应该 25号就可以再会 但是 我也没有办法 确认在哪里 休息一会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要休息一会 大家都休息一会 晚点见 拜拜 拜拜 我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